什么?你还在做这样的励志短视频吗?等等 现在这个赛道最新颖的形式是这样的 虽然本质还是放励志类的文案 但是画面都换成了奢侈品 看完以后是不是觉得自己不能再躺了 得赶紧起来挣大钱买它们 比如这个频道在短短4个月内就吸引了超过3万的订阅者 其中一个视频的观看量超过了200万 然而目前这种形式只有少数几个频道正在使用 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上车 在今天的视频中呢 我会手把手带大家走完整个流程 并在最后分享为什么这类视频一经上传 就得到了病毒式传播的秘密 好 废话不多说 我们直接开始吧 第一步 生成视频脚本 这一步呢 我们将依赖ChatGPT老师的帮忙 我们根据刚才那个视频频道中最火的视频脚本 让ChatGPT再为我们写10条视频脚本 这个呢 是我调试后的prompt给大家参考 我们来看一下结果 我这里呢 用的是4.0版本 我个人对直接出来的这个结果是非常满意的 文本的长度适中 内容呢也具备激励性 第二步 生成视频配音 接下来呢 我们需要将这些视频脚本变成旁白 但这绝对不需要你去学播音主持 我们用AI就可以去实现它 这一步呢 我们交给老朋友11labs实现 先从ChatGPT复制我们的脚本 然后粘贴到11labs这里 现在呢 我们需要选择一个声音 我推荐像Adam这样的低沉又有一点点激昂的声音 他们非常适合这类motivation的视频 你呢 可以逐一播放并听一听这些声音 以防啊 你想要更好的 完成后 点击生成 几秒钟后 你的旁白就准备好了 然后下载它 第三步 获取视频画面素材 如果你真的想要制作快速走红的视频 你需要使用引人入胜的视觉效果 就像我之前向你展示的那些视频频道一样 最好是能够传达一些有成功感的东西 比如超级跑车 度假的生活方式 或者是豪宅等等 这样你的观众才会被吸引 一边听着励志的话 一边看着理想的生活 赚钱的动力是不是都加满了 那这类的视频素材呢 有两种获取方式 方式一 使用无版权网站的素材 给大家推荐三款比较好用的网站 这上面的素材呢 大家都可以直接用 不用担心版权问题 例如我们在这里搜索luxury 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跑车 游轮 豪宅的素材 点击视频播放 然后下载 如果你想要更加精确一些的素材 你也可以搜索一些具体的品牌 比如兰博基尼 但这个方法的缺点是 这几个网站大家都能用 你的素材呢就会变得非常有限 其有可能会和别人撞车 方式二 直接使用Instagram或TikTok或YouTube上的素材 比如这个YouTube频道里面就有很多这种类型的素材 大家也可以直接用 频道里呢写的是免费下载 但是大家还是要注意版权的问题 一四步 制作影片 现在你有了素材以及旁白 下一步就是需要把它们制作成完整的影片了 对此呢你可以使用任何你感兴趣的视频剪辑软件 我个人呢比较喜欢的是剪映 我们在剪映里需要做以下的五步 一 调整视频比例 首先导入你的文件 包括我们之前下载的影片和旁白 将你的旁白拖到时间轴上 然后跟着放上素材影片 接下来我们需要改变视频的长宽笔 因为我们正在制作YouTube Shots 或者是Instagram的Reels 所以把它设定为9比16 我们需要确保所有的素材都适配屏幕 为此呢我们点击第一个视频 并拖动其角落 直到它完美的适配 就像这样 随意拖动视频 以确保捕捉到最佳的画面 嗯 看起来都还不错 二 调整视频时长 接下来呢我们需要对影片进行一些调整 由于看短视频的人注意力非常短暂 你需要在影片之间快速过渡 所以我建议你设置每段视频啊 最多显示5秒 为此呢我们可以点击第一个影片 然后将时间缩短到3到5秒 然后点击第二个 也将其缩短到3到5秒 然后继续这样做 直到最后一个视频 三 调整画面亮度 接下来我们重要的一步就是需要降低整体视频的亮度 来呈现出那种深层的激励氛围 这里呢有两种方式可以实现 第一种直接调整参数 将饱和度降低到大概是-50 亮度调整到大约是1 还有一种是直接选择一个滤镜 比如这边的这些我觉得都可以 挑选一个我们试试看效果 四 添加转场 完成这些之后啊你会想要添加过渡效果 对此呢我推荐使用一些比较柔和的过渡 点击 转场 转场效果 我个人觉得这个叠画效果还可以 把它拖下去到两个视频中间 以此类推直到逐个添加到所有剪辑中 五 添加字幕 点击文本 智能字幕 开始识别 刷刷刷啊 短短几秒内你的字幕就准备好了 现在我们需要编辑它 让它看起来更吸引人 点击文本 在右上角的窗口中调整它的效果 你可以为这个字幕添加动画效果 也可以更改颜色 调整大小 甚至可能更改字体 让它整体看起来更棒 完成所有这些后 你的视频就准备好了 但等等 背景音乐呢 本来呢 我可能会推荐你使用来自无版权网站的音乐 但我在视频开始时向你承诺要展示这类视频如何快速走红 所以这里有个小秘密 我们呢 将使用YouTube自己的音乐 YouTube短视频偏好使用它自己平台上比较流行音乐的视频 现在你的短视频就已经准备好开始爆发啦 让我们来看一下刚才我们制作的成篇视频 最后我再来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放的是奢侈品的画面 而不是一些风景的空境等等 除了我们开头提到的可以吸引大家努力挣钱以外 最重要的原因是在YouTube创收计划中 奢侈品领域的CPM值几乎是最高的 CPM就是广告商为每千次视频播放所需要投入的广告金额 CPM值越高 你在创收计划中能获得的收入也就越高 不同的赛道同样一个一千次播放的视频 他们所获得的收入可能是天差地别 所以既然我们做了就做CPM值最高的那个领域 那就是奢侈品 好 方法都教给大家啦 趁这个赛道还没有那么卷 大家千万不要犹豫 快点动手去尝试一下吧 如果你是纯小白想要学习更多的AI使用技巧 想要知道更多用AI可以赚钱的项目 那就千万不要错过我最新上线的AI商业实战攻略课程 感兴趣的话可以点击视频下方的说明栏链接查看课程的详情 还有三节免费试听课千万不要错过咯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不要忘记给我点赞 关注并开启小铃铛 这将鼓励我制作更多优质的视频 我是木子 带你一起用AI改变生活赚被动收入